美国发生枪击案对象是谁 总统候选人川普 川普现在已经证实没有问题出了院 而且他的公安团队非常的强大 还立刻发布了一段影片 是他走下了飞机 很健康的状态 走下飞机 甚至还开心的跟群众们挥舞 很亲切的表情在挥舞 告诉大家我安全 我没事 我会继续我的竞选行程 好 这个影响对于整个美国政局 还有选情 结果不言而语 所以我们一致来宾都认为 似乎美国大选已经在7月份的死刻决定了吗 看看拜登怎么回应 川普肇事中遭到枪击 竞争对手拜登当时正在德拉瓦的教堂里 离开时现场出现民众抗议声 拜登团队当下表示 已经收到川普遭枪击的相关简报 拜登也立刻出面谴责 血刑暴力的枪击行为 看 美国有这种状态的状态 它是疯狂的 它是疯狂的 这是为了我们要聚集这国 我们不能让这些状态 拜登感谢特勤局与相关单位 确保川普与集会群众的安全 并表示在得知川普受伤后 已经与川普团队取得联系 至于这起枪击案 是不是针对川普的暗杀行为 拜登不愿明说 只表示接下来密情局会彻底调查 并继续收集相关伤者名单 在骇人的枪击案震惊美国之际 拜登阵营表示将暂时撤下 所有电视广告和停止对外通讯 拜登表示这样的政治暴力行为 已经超出了他的底线 拜登说会继续尝试与川普本人说上话 更为此特地更改行程 本来周一要前往德州造势 现在赶回白宫作证 与各单位彻底了解 整起枪击案的来龙去脉 以及后续应对处理 TBS新闻综合报导 拜登撤下了所有广告 因为要反暴力 谴责暴力 刚刚在影片播出的时候 几位教授像杨老师也对于拜登的表现 立刻会被拿来对比 他的这个反应 跟他的言辞的精准度会被比较 看看川普他的公关团队 简直是一个电影制片团队的概念 立刻刚刚我给大家看到这个影片里 他走下的飞机表示我很安全 同时在纽泽西州机场步出专机 还要缓缓地步下楼梯 亲切向镜头挥手 这是美国人最爱的美国英雄形象了 漫威英雄 各种超人形象 各种让美国再次强大的形象 这一次完全是在戏剧般的枪击案发展中 杰大使是不是一览无疑 对 不过你也可以反映出现在拜登 这个川普他个人的身体状况 还有他的精神素质算是蛮强的 这个尤其我刚刚讲临危不乱这四个字 他事实上是展现出来了 那现在他的团队事实上做这个整个的回应 这个危机处理也很快 川普本人的这个推特出来 他现身说法 把这个还原现场 另外一个他这个回到他这个 回这个坐飞机 这个已经出院了这个讯息 也用这些画面很快地展现出来 我觉得这些方面都会加强 别人对他的正面观感 倒是拜登 事实上的话 他讲的这些话 虽然他 我刚刚你看他叫 他第一次叫拜登 拜登第一次叫川普 叫Donald 这个是好朋友才叫 这个叫first name basis 他才叫他 很亲近的 那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他对很多的现实状况 他也没有掌握的太多 当然他有很多算计要在里面 因为这个对他的选举影响很大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对美国来讲 这个应该是这次选举里面 我觉得就是上一次辩论 公开辩论以后 第二件会影响这次选举结果的很大的事件 这两个事件都是对川普有利 对拜登都不利 真的 所以虽然还有这个四个月 现在到11月5号美国投票 还有蛮多长的时间 如果再没有这种所谓戏剧性的事情出现的话 那川普真的是 真的是 结局已定 越来越在这个 就是说这个顺风车里面去了 那不过四个月蛮长的 我跟你讲 我们光讲美国总统被暗杀 死掉的就四个 一共所有试图去暗杀美国总统 在历史上有九次 所以这个美国是一个怎么讲 它的政治上就是相当暴力的出现 那这回过头来 我们就想 什么叫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是什么 公平竞争或对立 我跟你讲 民主政治是在一群没有对立的人里面 制造出对立 而且它会越来走越怎么样 越激烈 越走越激烈 像美国的选情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越来越激烈 最后出现什么 枪拿出来打 会不会还有 不知道 因为还有四个月了 如果现在川普 事实上他也是怎么样 他是坚决不让的话 对不对 他也来这一套说 那我就找大法官解释 大法官解释没过的话 我就要放鸟出来 这样子搞下去的话 你觉得这种事情会慢慢 可是民主政治很奇怪 就会走到这条路上去 你不要忘记前一阵子 南美洲有一个候选人 当街被杀掉 当街被他的被杀掉 然后不要忘记 日本人 这个首相安倍晋三 也是当街被打死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其实政治的 政治人物本身 他要有所节制 不要去公开 这种法律以外的 或者说人生的这种攻击 也不要太意识形态 要不然你这种 你是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 最后造成 社会是有很多不满分子 尤其经济不好的时候 游离分子 手上又有枪 又充满了对社会的不满 他转发些的对象就是 就是你们这些政治人物 这个是很可怕的 美国一再发生 我也不认为说 今天发生这样的事 是完全没有原因 长期原因 中期原因 跟短期的原因 它是有原因的 造成今天这么极端化 那美国去三年前 四年前 三年前多前 1月6号的国会的 那个暴动事件 那也是死了五六个人 都是人命造成的 那这次川普没事 对不对 川普没事 可是川普后面的观众 死了一个 还有两个重伤 然后凶手本身 也立刻被这个 这个所 这个好 所谓的这些 Snapper 就是他狙击手 把他击毙 两条人命 两个重伤 这种就是 你也不能不说 这些美国在这一次选举里面 所有的政治人物 他们没有责任 累积的仇恨 累积仇恨 他已经到一个程度 一个爆发点了 没有责任 美国这个政治制度 本身是不是有瑕疵 是有瑕疵 发生了九个总统 被暗杀 四个被干掉 这个是相当可怕的 相当可怕的 所以很多事情 他三之十主义工作 我觉得发生在美国 当然我们是谴责暴力 我们是希望美国也是一个 安和乐利的社会 可是美国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回过头来 再看看我们自己 他三之十可以工作 我想最主要是给台湾的 这些政治领导 上一刻 不要去 什么都要走到极端 都要用到什么 暴力边缘 不要在自己的内部 制造对立跟仇恨 这是非常重要的 的确在Politico的报导里面 还特别直指说 拜登曾经在8号的时候 募款三会 就讲我们这个是时候 把把心 把川普设定我们的把心了 当然大家都开始有各种 刚刚讲的暴力的谴责的时候 就是说你是在煽动 大家去把他当把心吗 然后就发生了枪击案 拜登刚刚的表现 我们刚刚看到教授 一直在边看他的发言 边摇头 美国是一个分裂的社会 大概这几年来 大家都很了解 民主共和之间 透过现在的自媒体 然后政治人物的喊话 对立 最重要是 他的社会基础 其实产生了分化 严重的社会的不公平 分配的不平均 然后你看到 就是不同的地域 南方北方 从美国建国以来 后来发生内战 就是如此 他因为枪支都合法化的 有些州的枪支 甚至你可以放在 你的车子里面 视为你的财产的一部分 因此在高速公路上 发生这种枪战 都蛮常见 美国的高速公路警察 每年都会死上百人 在取缔的过程当中 所以使用枪支的暴力 在政治分化对立的事件当中 这一定是常见 所以美国的这个特勤局 对于这些政治人物 候选人的保护 也是非常的严格的 那可是这样子一个事件 也是噪音于6月27号 拜登川普的辩论之后 拜登的表现太差 后来你就看到一连串的 就是要求他退选 金主 然后他的同僚们 因此他的支持者 民主党的支持者 或反川普的这些支持者 就会非常的焦虑 你会看到在宾州这个地方 二十多岁的男性 怎么会去拿一个枪 去对川普开枪 他觉得如果把川普给干掉 所有我们现在要求 拜登退选的问题都解决了 他的目标是达成的 因为你没有干掉川普 可是拜登也不需要退选 你事实上塑造了一个 川普的英雄形象 那川普这也是个考验 这当下是个考验 对川普考验 从6月27号 拜登的表现不好之后 我一直在看 川普其实一直都很有节制 他没有去落井下石 他没有去不断的嘲笑 戏弄 跟他以前有经常这样子做 针对这个拜登 因为他认为 整个情势在他这边 而今天他做出的枪极 那你看他第一时间的这个表现 不只是临危不乱 他根本很清楚的知道 他应该做怎么样的这个作为 对他的选举有帮助 就换句话说 你看到后来他 就是竞选团队 拍着他走向飞机的那一刻 就当这个情势对的时候 你做什么都对 你当情势对你不利的时候 你喝凉水你都会切到 所以拜登你看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是 现任美国总统 要表现出来对政治暴力的谴责 他是没有错 他讲的话内容也没有错 可是就再一次让人家看到 他身体虚弱 然后言辞含糊 那大家就知道 这两个对比 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 那会不会有更多的力量 要求拜登退选呢 我觉得就我刚刚分析了 金主们 以及民主党的这些议员们 其实也不在乎了 但是不可以不在乎 因为你可能在参议院 跟众议院的选举 你会量大输 对不对 所以总统参议院 众议院 万一你都输了 民主党你再怎么回来呢 因为毕竟拜川普只做四年 那加州的州长纽森 有没有可能回来呢 所以民主党到后面 还是要去募款 金主还是会去帮助民主党 那民主党的参议院 政议院至少不要输得 太离谱的情况之下 四年之后他们再回来 还会有机会 对台湾观众来讲 看到美国的枪击案 第一个反应 联想的一定是这一起 20年前的台湾 陈水扁前总统 他的枪击案 319枪击案 20年前造成一个什么结果 当时选举没有停止 所以他以3万票 就这么3万票小小的差距 赢得了大选 到现在吕秋莲还在追查真相 那陈志忠他的儿子 今天早上发文文看到 也特别有意思 他说他就让川普的诱饵 想到他爸爸的铭鱼肚 同时他说 国内最近也极不平静 对于暴力 我们民主社会是零容忍的 但使世人心境 现在很沉重 希望大家赶快早日回到正轨 他想到的是台湾社会 我们再看下一张 赖总统第一时间 非常快速在X上面 台湾最近好多案件 我其实很少看到他 对于正式的意外事件发文 但这次他非常快速 在X上面 特别去祝福川普早日康复 而且强调 在民主国家 任何形式的暴力 都是不能够被接受的 怎么看 看到我们国内的时候 感觉特别可以拿来相比对吗 最近一下子 他今天才在讲 说如果宪法再继续下去 这样处理的话 在一党再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轻鸟就要飞出去了 也是一种煽动吗 对 这个是一个明明白白的煽动 而且是威胁 还是要回归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你的立法机构就是立法 他立了法 你为什么还要找这个 他代表是民意做基础 你今天你这个大法官会议 谁都知道大法官每个都是蔡英文挑的 全部是绿色大法官 你要那个少部分学者 少部分这些法官 最后决定大部分人民 决定出来的一个法律 那这个不是 这不是彻头彻尾的 违反民主吗 违反基点民主精神 那更妙的是你说 大法官如果没有通过的话 我就把青鸟放出来 那表示青鸟就是你在 你在收你在放 那是走街头路线 街头路线就是民主所不需要的 民主就是要违反 就是要怎么样 要把街头路线把它 把它怎么样 把它抿除 然后大家在议会里面用什么 举手表决的方式来决定 你这个最重要的决策是什么 你现在你说你选举没有拿到多数 那你现在就要从头开始 每一件你反对的事情 你都要走街头路线 都要在立法院做议事杯葛 你就是不尊重 不尊重选民最后的决定 你还空说什么 这个少数服从多数 你现在就是不服从多数 对不对 我们光就这件事情本质来讲 就是如此 对不对 你说这件事是错的 反民主的 最民主 我们不管 你认为的跟别人认为是不一样 别人认为这是民主的 那问题就是说 我们用个民主的程序 做出来决定 你不能用暴力的方式 想要推翻它 不符合民主的方式推翻 这就是 各位新闻大白话的好朋友 在我们节目画面右下方 可以看到这个QR Code 只要拿起手机 对准QR Code 扫描下载之后 就可以一手掌握TPS新闻 跟我们一起发挥监督的力量 更多包括枪击案 相关议题的讨论 锁定新闻大白话 20秒之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